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机会 因为院长就是主持会议而已 对 就是主持会议而已 我唯一开的玩笑就是说他 敲一丝锤的时候会不会说我先敲为敬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他 表现出以前那些样子 什么美白小腿 或者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没有机会 他也不参与讨论 这是一个 出包的机会 我们就讲好了 出糗的机会 其实根本小了很多 跟以前比起来 要小了很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认为韩国瑜已经记取了教训 当然记取了教训 他当年当选了高雄市长是2019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上任 他年底上任2019 他当选了高雄市长 结果又跳出来选总统 高雄市长 总统没有选到 高雄市长又被罢免掉 我在前面里面讲过 我应该是选台湾第一个 判断他总统选不到 同时他高雄市长会被罢免的人 那 这两个东西 对他来讲 真的是亏大了 很伤 亏大了 选总统好像有选取补助款 但是好像国民党没有给他 对 吴敦毅拿去还钱 吴敦毅拿去还钱了 吴敦毅对他很不爽 当然不爽啊 就是他阻碍了 对 那第二个 高雄市长也没了 我有一次在高雄市做计程车 台湾的很多计程车司机很喜欢聊政治 他们都是政治达人 政治观察家 对 他就讲了一个 我深有所感的话 他说韩国瑜是个笨蛋 你在高雄市好好当市长 每天 王市这些捡彩 开幕 你就吃不完了 真的 他讲的是事实 他讲的是事实 所以我说韩国瑜亏大了 那么我相信 他经过累一次之后 他市长才当了一点多 在位置上在一点多 对 对 他本来想打捞一笔的 结果 结果落成这个下场 是 这两个因素 第一个 他犯错的机会已经小了很多 跟过去相较起来 是 过去你要实时面对媒体 对 这个 立法院院长不需要 就坐在那边主持会议而已 对对对对 顶多是下面吵架了 休会 休息十分钟 对 他最喜欢休息十分钟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他犯错几乎很小 那他这个主持会议中规中矩 其实是在我意料之中 其实从他请周万来来担任秘书长 我个人就认为他真的这一次有认真要好好做院长 是 因为你看周万来真的在他身边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这次这个什么朝野协商什么的 都是周万来在旁边提醒他 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不行 还有那些国民党炒说要开理石会什么的 也是周万来在旁边讲 这个可能会有危险问题或什么东西 就说真的补足了这个韩国瑜在这方面的不足 那周万来真的是很专业 我说真的 所以 我说你 我觉得你说的对 他这一次他只要坐在那边好好的敲那个 义士锤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对 好啦这个 韩国瑜表现得非常的平稳 那可是就凸显了另外一个人 变成这一周的这个利益 利益院的声量网就是黄国昌 原本那个陈建仁行政院长要在昨天 就是20号礼拜二的时候 来立法院做这个实安的专案报告 结果因为黄国昌的关系没有了 没有了呢 那黄国昌就说不行 那我们礼拜三来开个协商 礼拜三叫他来 所以他在昨天就是20号的下午 他在3点36分 发通知给这个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党团说 我们一个小时后 4点半来协商 来协商 那所以呢 那来协商 看礼拜三 就今天要不要来继续开院会 然后让陈建仁来做实安报告 结果他一个小时前通知人家 这个民进党团的吴思遥说 你以为地球是绕着你转吗 一个小时前发通知 你以为我们立委都没事做 他们都在跑行程 都在地方拜会 怎么可能去嘛 所以民进党团就没有去 然后呢 最后出席的民众党也只有黄国昌 跟这个吴春成 吴春成 干事长 那个黄珊珊是没有去的 那国民党的是谁去呢 国民党是由这个洪孟凯 他们的书记长去 所以复婚旗总召也没去 然后他们的另外一个林思宁也没去 比如说山长里面也 就出现了等于只有三个人 最后就是三个人在那边开会 那开这个会当然也没有用啊 因为没有三个党团签名就没有效嘛 所以等于这个会也破局 所以等于今天礼拜三也没有专案报告呢 然后黄国昌强调 按照LINE的时间 对 他是3点24分通知的 不是三十六分 不是三十六分 二十四分通知 多了 你刚刚讲那个还不是一个小时 三十六分到三点半是五十四分钟 但是黄国昌是不止五十四分钟 对对对 我是二十四分就通知 这个东西黄国昌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多少精量 对不知自己的轻重 那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说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来用这种事情来造自己的声量 对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说做事情这样子 就让我感觉到说好像他全世界最大 真的 我叫你来开会你就给我来 对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讲这个人 黄国昌就让我想起来先前那个黄世修 黄世修 就是这个郭台铭的发言人 是是是 两个都是每次讲话都是一阵词言 哇这个 姿态摆得很高 对 好像这个就是全世界只有他们懂得什么叫真理 是是是是 我不晓得 我对他其实蛮反感的 但是我努力客观的来评价这些事情 有一次我们有个观众 我大概是讲了柯文哲一些好话 他就留言说我为什么这么偏爱 这个柯文哲还说你是不是同意我这样子 我坦白的讲我在那里面就回他 我很讨厌柯文哲 我真的很讨厌 但是呢我要尽量客观 是啊 他有厉害的地方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讲 柯文哲还是蛮厉害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可以弄到三百多万票 对 我是讲的这句话 事实是这样吗 有人就会不爽吗 说怎么讲柯文哲好厉害 是是是 我只是讲事实而已 没有偏爱谁 就像我心里面觉得 韩国瑜一定会出球 但是他真的做得不错 我们也是要鼓励他 是是是 他确实是在周万来的辅助之下 他真的是有按照意识规则来走 他说我们就折旗协商就折旗协商 并没有 因为要偏袒 黄协商就完全偏到他那边去 对啊 还是按照意识规则 所以这一点还是 该肯定就肯定 对啊 他哪天如果真的出球 我还是会骂他 就是 就是 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 对不对 就凸显出来 柯文哲 用人 带人 都有问题 糟糕 真的 柯文哲 已经感觉到了 已经感觉到 所以这个 民众党的党团会议 柯文哲要出席 是是是 为什么要出席 党团会议根本跟主席没有关系 对啊 党团会议就是黄国庄主持 对啊 是总召吗 总召嘛 大家都党个总召主持 对不对 那显然 柯文哲是觉得说 黄国庄好像失控了 对不对 要出席党团会议去 你看这次实案报告就最明显了嘛 原本昨天 如果大家按照协商走 你黄国庄不要在那边 又要翻桌 又要干嘛 不签字 离席走人 走那空城记 昨天早就已经专案报告了 好不好 这个就是黄国庄 这个 战力雄厚 雄厚吗 是啊 在之前 柯文哲有讲 为什么要找黄国庄来 一个人抵五个人 一个人抵五个人 第五个他们的这个不分区 对 他其实不止第五个 我觉得他一个人第五十个 他的表现 表现 对 第五十个 有有有他一个人就比这个 国民党还有那个民进党还大 你们都要听我的 对 所以你看嘛 就他这样一搞 搞到如果 明天的协商 明天本来他们也是有党团协商 协商说礼拜五 因为蓝绿都提出说礼拜五要请 陈建仁来做食安的专案报告 如果明天的协商礼拜四 黄国庄继续加冲 说不行 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我才可以 又要绑架 情绪勒索的话 这个议案 食安报告 会直接冷冻一个月 这个什么问题 对不对 就是冷冻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再说 而不是说 一个月之后一定有 那这不就是跟黄国庄 你之前讲的背道而驰吗 你之前多急啊 急得要是说 我现在立刻我就要开会 就要叫陈建仁来食安报告 结果因为你的一搞 你礼拜五有没有还不知道 说不定还要搞到礼拜一个月之后 所以今天柯文哲出来定调 这个什么 中部的台中市的瘦肉精事件 就是实验室污染 为什么今天是要搞这么久 还要开临时会 我都看不懂 连柯文哲都讲 对啊 柯文哲说一看就知道 实验室污染 一看就知道实验室污染 搞半天你们还要开临时会什么的 我说是你们家大家冲 黄国庄 柯文 柯建民 你刚提到柯建民 我也特别讲 柯建民批评这个 黄国庄讲得很好 不懂不要乱搞 真的 你不懂不要乱搞 被他这个不懂的人一乱搞 搞到搞不好要冷冻一个月 对 对啊 所以我才 就像你说的 柯文哲可能也发现苗头不对 所以赶快今天出来说 那个一看就知道实验室污染 想要把这一页翻过去 看能不能赶快进行下一个议题 或怎么样 然后要以党主席之尊去出席党团会议 对 然后柯文哲出席 黄国庄就变老二了 老二了对 就在党团会议变老 党长变老二了 而且他们据说是明天还是今天晚上 就是国民党的三长 就是傅昆奇他们三长 要跟民众党的三长吃饭 谁会去呢 柯文哲也要去 明明就三长对三长 你硬要参与咖 所以你就很知道柯文哲有点担心了 对不对 那讲到他这个带人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黄国庄 他之间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竞争什么的 他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前期集有讲过的蔡碧如 以及这两天最新发生的 就是杨宝珍辞职事件 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可以对照出 柯文哲真的不会带人 不会用人 不会处理人事的事情 对啊 杨宝珍这两天也是新闻的焦点 对 他辞职 对 他是辞什么职 他是辞这个发言人 以及党团副主任 一般来说 这个党的发言人辞职 时长只有所闻嘛 辞职就辞职 为什么他的辞职会搞到 大家都是全国关注 而且这新闻已经烧到 烧两天三天的 因为他在镜头里面像大哭啊 对 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哭得太真实了 就是我们一般人会有感觉 我们只要有在江湖上行走过的人 你就知道会哭成那样 一定是很委屈 对 新闻都是讲说是 这个类斗 类斗 那杨宝珍是出面是否认类斗 对 我比较倾向于 这个杨宝珍讲说 并没有类斗 而是柯文哲没有撑他 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杨宝珍一直是 他等于是创党出去就在了 对 就在了 对 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而且是站在 都是在很重要的位置 是是是 特别是这个党团副主任的位置 对 对 那么 那 突然 这个 陈志涵 变成党团主任 直接空降 对 他根本之前都没有在党团做事 突然就下来 对 或者变成党团主任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杨宝珍一定有去跟柯文哲聊 谈这个事情 不是聊了 嗯 是谈判了 对 再怎么说也在生我吧 对 我在这边这么久了 对 那 柯文哲显然是没有同意 显然是没有同意 对 柯文哲这几天接受采访就是说 哎呀他已经做了四年很累了 他要休息就让他休息吧 嗯 那我认为这个杨宝珍可能有讲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要休息了 嗯 那他讲这个话 我认为也是在将军 嗯嗯 比柯文哲做决定 做决定 但是柯文哲做了决定就是说 你休息吧 对 他就是要致函 所以 他就是一肚子委屈 是是是 不见得是陈志涵逗他 我刚刚讲说 可能并没有泪斗的情况 嗯嗯嗯 并不见得是陈志涵逗他 对对对对对 而是柯文哲要陈志涵做这个位置 嗯 柯文哲比较相信陈志涵 对 杨宝珍心里不舒服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因为他一直做副主任 嗯嗯 而且他是 因为是这个是没有主任的 对对对对 他做副主任就等于做主任的工作 对啊 结果搞半天 搞了半天结果没有了 是 对不对 然后柯文哲还讲了很奇怪的话 说好像 他要去选台中 他要去选台中 因为在此之前 因为昨天就是那个杨宝珍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了一句 我觉得很奇怪的话 他说 因为他上一届有去选松信议员 而且选得不错 他是落选头 一万两千多票 他只要 就是说 最后一个落选的 刚选的是一万五千票 等于只差三千票 那你下一次经营一下 下一次再选 很有可能会上的耶 那他竟然在那一次辞职的时候说 如果你们有谁要去选松信议员 你们就去 就不要考虑我了 他竟然要放弃松信议员 不是 我认为并不是他放弃 人家不要他 因为现在不是传那个什么徐千秦 对 传的很厉害说是他要选 他要选 同样的道理 杨宝珍应该是知道徐千秦 民众党会让徐千秦 他的名字好奇怪好难念 徐千秦去选 他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他才说我不要 哇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耶 我认为是这样子 议员也落空 然后主任志位也落空 他等于就是 然后 然后这个柯文哲又很无情 说他要去选台中 对 就把他丢到台中去 柯文哲不要的人都丢到台中去 都丢台中去 蔡碧如也丢到台中去 不能说是柯文哲丢了 蔡碧如自己是接受 接受了台中顾问的职务去了 柯文哲心里面一定很不舒服 一定很不舒服 因为柯文哲先前有讲 希望蔡碧如留下来回去当中央委员 蔡碧如拒绝了 然后接受了卢修宴 柯文哲心里面一定很不高兴 对 很不高兴 然后这个杨宝珍跟他将军 将军不成之后 辞掉这些职务 柯文哲一定心里也不爽 你干脆就跟蔡碧如在一起好了 所以才会讲 把他送做对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我说真的 因为我做过主管 我也这样子逞过别人 哎呦 应该是这么说啦 柯文哲的柯伯寡 真的不是今天才这样 他一直以来都这样 他从那个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很不喜欢 应该是说他不喜欢处理人的关系 所以只要是人的关系 他都交给别人处理 所以譬如说他之前在那个 台北市政府是交给蔡碧如去处理 所以蔡碧如帮他挡了很多子弹 然后后来到民众党就是 陈志涵帮他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才会变成说有所谓的陈志涵派 他跟黄珊珊比较好 然后这个蔡碧如就被斗掉了 或怎么样 总之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反正只要发生人的问题 他都不想处理 反正就叫他现在的红人去处理 我觉得不想处理是一回事 你作为一个老大 对 你不能让你底下的工程受委屈 没错 蔡碧如是最大的工程 是 杨宝珍显然也是工程 是 不管怎么样四年 做了四年了 对 而且当然都是蛮重要的职务 没有功能也有苦劳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你让他们觉得受委屈 而且离开 这就是你带人有问题 对 而且凡事离开他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这种看法 因为我也做过主管 哈哈 我认为是这样 我们有出过社会的 你只要用你的这个真的是社会历练 社会人生经验 去看这件事情 你不要把政治什么放进去 你把你自己在职场上遇到过的 生活经验中遇到过的 你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这种失望 对不对 你想要主管挺你 主管不挺你 然后用这种东西 这种手段把你赶走 像他把蔡壁如放到台中一开始 放到台中鸟不生蛋的地方 所以完全是不给任何资源 直到最后好像看起来是可以才去蹭 那蔡壁如当然点滴在心 他最后当然选择谁 选择一路以来帮助他的儒秀燕 就是这样 台中并不是鸟不生蛋 不是 不是说了不生蛋 我说对柯文哲来讲是 他们没有任何组织 应该这样说 对柯文哲 一开始对民进党 民众党来讲 是没有组织 没有任何资源 把他丢下去等于是 你又不给他资源 等于是让他等死 对不对 不能讲了不生蛋 台中是个好地方 是个好地方 但是柯文哲 是把他放生到那边 对 是放生 放到那边 你自己自生自灭 是这么一个态势 对 他原本也是不看好蔡壁如的 他一开始都是在别的地方选去逃 那现在蔡壁如在台中生蛋 对 结果他说蔡壁如是人家的人 所以你就从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何对待你的 跟了你这么久的功臣 跟了你这么久的辛苦 他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待人有问题之外 在政治上的操作 其实问题更大 真的 对不对 我们以前 岳瑞有提过 我可以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 在总统的这个操作上面 原来是很有机会 蓝白河 蓝白河 蓝白河合成之后 柯文哲 会抓到副总统 至少副总统嘛 对不对 还有一些部会 还到副总统 然后 部会也一定会有 对 然后 他的区域立委 可能还会选到 起码会有个几席上 对不对 然后他部分区 可能也不止现在的八席 是 最重要的是他四年后还是可以挑战 对 对 他四年后还是可以出来挑战 还是可以出来挑战 这是一个总统的选举部分 接下来立法院长的选举部分 他如果操作好的话 黄珊珊可以是副院长 对 他跟绿合在一起 对 他跟绿合在一起 尤锡坤连任 黄珊珊是副院长 是 对不对 然后这些委员会 招委他也会有 对 结果他操作这两个东西 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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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本来他也是想要两面玩 他就是想说 哎呦 我如果在这个国民党 跟国民党合 会被人家想成小蓝 那我在院长如果跟这个绿的合 会变成小绿 你这个想法完全错了 这个智商157 这个想法完全错了 你在国民党 这个变成小蓝 在民进党这边变成小绿 这才是政治操作 嗯 对 东西都拿到了 东西都拿到了 这才是真的 人家 假如你是小蓝 我那边又支持他 嗯 人家讲你小玉 我这边 我有支持国民党啊 嗯 都不可能成立 是 这个 才是高明的政治操作 对 而且你这样子 民众党的巴袭 才有用嘛 对不对 你只想你关键你关键 关键到最后 实安报告什么时候 会有还不知道 就被你搞的 如果你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懂得会那个的话 你早就实安报告就已经 早就已经 曾经人就已经上去 然后被大家攻的半死了 你就是很厉害 你就用 直询的方式把他直询到岛 这不是最好的方式吗 结果搞到现在 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且国民党也讲明了 我招委不会让你 所以你连各个委员的招委都没有 这问题就出在黄国昌 黄国昌以为他在主导立法院 是不是 他以为巴袭很大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他眼睛 我不认为他是看到我巴袭很大 他只是认为说我黄国昌很大 不就是这样子 真的 所以有时候 这个真的也是不要太迷信说 我是多么高尚 我是多么 我都不跟大家协商 我都不跟他再怎么样 你们都要听我的 问题就是说 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妥协 一种协商 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子 去跟人家这样冲撞冲撞 冲撞到后来的结果就是实安报告 不是 你冲撞也没有关系 你要有本事 你才能冲撞 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柯建民讲的 嗯 你不懂不要乱搞 对 对 就是这样子 好了 今天今天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下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这一集 请爆满赞 也要回过过去的影片 谢谢 下次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